把宝主花如令的六时收担了 江湖上的武林人士纷纷赶来祝贺 陆小凤作为花满楼的好友 自是在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他和花满楼准备一挤回桃花宝时 却被花家的下人用药米晕关在了房间里 而后下人准备给陆小凤继续喂药时 陆小凤凡事就将他制服住了 原来他早就醒了 只是想看看对方有什么把戏罢了 他正准备对这人动手 花如令出来制止了他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叫人做的 而刚才下人准备给他喂的其实是解药 他告诉陆小凤自己是有一事相求 原来花满楼的眼睛并不是因为小时候得病才瞎的 而是被一个名为铁鞋大盗之人所伤 15年前铁鞋为祸江湖坐尽了食恶不赦之势 花如令和几大门派的掌门几次联手都未能将他抓住 有一次铁鞋上桃花宝挑衅 花如令一时疏忽导致花满楼被他抓住 从而弄伤了眼睛 后来虽然是铁鞋被他和各大门的联手除掉了 但是这件事还是给花满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他这几年一直觉得铁鞋就在自己身边 心中满是不安 花如令的好友药侠宋先生 表示知心病 杰林还需细灵人 要想治好花满楼的心病 就必须要让他亲手除掉铁鞋才行 于是花如令就打算找一个 武功智慧胆识侠气都是一流的高手来假扮这个铁鞋 这陆小凤自己都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表示啥一流不一流的 自己和花满楼是知交好友 帮这个忙是一不容辞的事 就这样 陆小凤立刻回到房间装睡 花满楼醒来后十分着急 连妈妈的叫醒 陆小凤就这么淡定的看着他 然后另一谋带他离开了这间密室 花满楼回到桃花岛后立刻去找那个下人算账了 这时花如令开始贡献演技了 他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 说吧就拿出了一个应有血脚印的纸张 然后接着说道 看来这个铁鞋果然爱活着呀 看样子他是来偷花宝准备报仇的 自己是为了保护花满楼 才不得已将他关在了其他地方 花满楼对这话神心不已 他说大帝当前自己怎能临阵退缩呢 这次无论如何也会和他做个了断的 就在两人回房间的时候 遇到了前来祝贺的六山门捕头锦九龄 三人互相喊喧了一下 花满楼和陆小凤就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 花满楼突然将自己的传家戒指给了陆小凤 他表示自己和铁鞋对战 只怕凶多吉少 所以需要找一个武功 智慧胆识 侠气都是一流的高手 来帮自己保管这传家戒指 陆小凤听吧 不由得笑了 这父子俩真不愧是亲生的 就连夸人的台词都一句不差 接着花满楼将自己的这段童年阴影 告诉陆小凤 原来那天他被铁鞋抓走后 曾看到过铁鞋的真面目 而后才被他毁了双眼 并且虽然后来铁鞋被他父亲等人杀了 但自己却总觉得他不仅没死 还一直在桃花宝附近出没 所以他这次肯定是来者不善 很快就到了花入令寿宴那天 和花家交好的汉海国国王 也派人前来祝寿了 陆小凤看美女跳舞 眼都看直了 然后他劝花满楼不要这么神经紧绷 喝点酒吧 可花满楼却说 这酒有很刺鼻的抑郁香料的味道 说吧便第一酒未沾直接回了房间 晚上花如磷找到了陆小凤 将家传保甲给了他 他说穿上这件保甲即可刀枪不入 并且还用宋神医独门炼制的草药浸住过 所以更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 陆小凤在回房间的时候 遇到了正在喝酒的金酒磷 等人短暂的切磋了一下 喝了两杯陆小凤就回屋了 夜里 花满楼听到屋顶的响声 立刻追了出去 陆小凤按照自己和花如磷等人商量的那样 他们假装和陆小凤交手 最后由花满楼直接要害 一箭刺激心笑 本来一切也都很正常 但是不知为何 陆小凤还没和屋掌门动手呢 一进屋就看到他倒在了地上 且地上一片浪迹 他略微有些迟疑 但还是按照原计划和赶来的关太掌门 以及闪闪而来的花满楼打了几个回合 接着翻窗而逃 站在原地等待花满楼一剑次来 但没想到 他的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 让花满楼听出了 请人戴着他的传家戒指 于是花满楼立刻收剑 他责备陆小凤 你在开什么玩笑呀 陆小凤听吧 立刻说道 如果是开玩笑 他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 说吧 冰净深深的薄夹一把扯下 原来这件薄夹已被吊包 刚才又不是花满楼识破他的身份 及时收剑 他就已经是一只死凤凰了 接着众人连忙来到无奈 只见五掌门已经没有了意识 且他的身上 还有一张硬有血脚印的纸张 这难道是真的铁鞋吗 此时汉海国人 听到动静都赶了过来 其中一名女席的手帕 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陆小凤将手帕乌龟原主使 偷偷顺走了他的手链 然后花满楼几句话 将他们打发了回去 他们离开后 众人又回到了房间 陆小凤提议 此时应该派人 封锁看守这个房间 不要动里面的任何东西 以免破坏什么线索 捕头金九零听吧 十分赞同这个做法 其他的掌门 除了朱泰不同意 也都纷纷复合 于是朱泰只好少数 辅送多数 听从了他们的做法 陆小凤以归还 手链为由 来到了女子的房间 两人打了一架 陆小凤发现 这名女子的武功 很是不简单 之后陆小凤 回到了花满楼的房间 两人正在谈论今晚之事 一个吓人跑了过来 说花如令晕倒了 两人听办 立刻赶了过去 原来花如令 在宾客们都去休息了以后 就到府上寻查了一下 看是否有东西丢了 结果发现 藏在密室里的 汉海玉佛不见了 要知道 这个玉佛 可是汉海国的国宝 他们哪一位王子 拥有了这个玉佛 就等于是拥有了王位 老国王担心王子们 会为了争抢玉佛 而互相残杀 就将这个玉佛 藏在了花甲 15年前 铁鞋就是为了 盗取玉佛下来的花甲 所以那此之后 他就请鲁班神府们的 后人朱婷 为自己重新打造了 这间密室 现在这个密室 除了朱婷和他以外 就没人能进来了 可没想到 这玉佛还是丢了 并且心肯 还留下了铁鞋的记号 怎么 这铁鞋真的死而复活 再次来盗玉佛了 这下 大家也开始相信 花门楼之前 说的都是真的了 金九龄 询问陆小凤 是否有了头绪 他说自己一直以来 破案都会输给陆小凤 可这次不会了 他一定会先一步 抓住这个铁鞋的 陆小凤表示 自己虽然暂时 还不清楚 到底谁在这铁鞋 但是他已经知道 该从何处下手调查了 他带着花门楼 以及金九龄 来到乌掌门出事的房间 结果就看到 朱胎在那鬼鬼祟祟的 几人立刻现身 将他抓住了 原来朱胎 就是杀死乌掌门的凶手 陆小凤说自己 后来和金九龄 查看过现场 发现乌掌门是被人一击致命的 且现场虽然一片狼藉 但是乌掌门的身下 却没有任何瓷器碎片 由此可见 乌掌门不曾和他人动过手 这瓷器是凶手故意打碎 用来掩人耳目的 乌掌门武功极高 不可能有人偷袭了 都察觉不到 所以就可以断定 这一定是熟人作案 案发当时 大家都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 只有朱胎和乌掌门一样 出场地点是在这个房间 所以这凶手是谁 就可笑而知了 并且由于时间紧迫 陆小峰有提议封锁现场 所以凶手一定还没来得及 将凶器扔掉 朱胎知道他是逃不掉了 就声称自己只是在替铁鞋做事而已 替他制造混乱 帮他争取时间 盗取与佛罢了 而铁鞋就是汉海国请来的高手 帮助他们盗取与佛的 大家让他赶紧说出铁鞋的真实身份 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枚银针飞来 关太只来得及说了一个性子 就一鸣呜呼了 大家来到院内发现杀害关太之人 正是汉海国的那名女子 她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替自己的夫君 抢走汉海御佛的 她命令手下吹奏敌音 众人除了金九龄 陆小峰和花满楼均头疼不已 原来他们之前喝的酒被人下毒了 这种毒剂量轻微不予察觉 但只要听到这魔体之音 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花满楼因为没喝酒所以无事 而金九龄因为提前得到密报 得知会有人来抢御佛 故而当她发现酒不对劲以后 就喝下了自己准备的解药 而解药就是她那碗喝的酒 因为卢小峰那碗也喝了 所以她也没事 他们掩护众人逃回屋里 可由于汉海国人 一直在发射有毒飞镖 且数量极多不宜躲开 于是花满楼就在他们躲进了密室里 可由于铁鞋料到了他们会躲进密室 所以就事先弄坏了水渣 打算放水淹死他们 无奈花满楼只好联盟带着大家 跑进了最后一层密室里 这层密室只要进入 机关就会自动启动 这密室就被重重机关包围住了 这说安全也安全 但说危险也危险 因为朱婷并未告诉过花满楼 该怎么从密室出去 所以他们极有可能会被困死在密室里 此时金九龄突然说道 铁鞋你应该现身了吧 原来她得到密报 真正的密室就是藏在了这最后一层密室里 铁鞋之前绑下了朱婷的夫人 知道了该如何进入花下的密室 但由于朱婷为人刚直 不愿提恶人为妃作打 就没告诉她这最后一层密室的进入之法 所以她也就没法盗走真正的密室 为此铁鞋就特意设计 让花满楼自己带她进来 众人惊讶不已 忙问她铁鞋究竟是谁 她说就是苦之大师 理由是大家都喝了那酒受了伤 无忧苦之大师一点事没有 所以肯定是她提前知道了酒里有毒 才没喝酒 可是苦之很远 自己是出家人 所以不喝酒呀 之后她还说出了自己的其他推理 但任凭她怎么说 苦之都表示很无辜 并且还说 这一切都只是金九龄的推测而已 不能以她没喝酒 或者其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就怀疑她 此时由于密室空气稀薄 里面的蜡烛全都熄灭了 陆小凤提议 花满楼小时候见过铁鞋的脸 那让她摸一下 不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铁鞋了 花满楼听罢表示可行 因为哪怕时至今日 她也能记得铁鞋的面目 众人听罢也都同意了 后来陆小凤点了热火 发现大家脸上都有黑灰 只有宋神怡脸上十分干净 原来陆小凤料的铁鞋会心虚 她定会在黑暗中故意藏起来 不让花满楼摸她 结果花满楼来了这么一处 而且她说自己之前和那个女子交手 发现女子的功夫和宋神怡的招式很像之时 就已经开始怀疑她了 宋神怡见自己已经暴露 也就不再隐藏了 直接和他们摊牌 表示自己就是铁鞋 还告诉他们 他们多年前杀死的铁鞋 其实是她的孪生哥哥 说罢并准备用霹雳弹炸毁密室 让河水全都冲进来将他们都淹死 可没想到花满楼早颤她不备 躲到了她的身后 在她准备动手之时 直接用剑抵在了她的脖子上 尽管如此 铁鞋还是将霹雳弹扔了出去 但她不知道陆小凤可以百分百空手接白刃 所以她以一个飞升而起 咻的一下就戒出了披一弹 而后苦之大师一个暗器飞过 铁鞋被击倒在地 现在铁鞋是解决了 可该怎么出去呢 就在众人犯难之际 陆小凤表示 朱婷乃是自己的好友 当她告诉了铁鞋密室的进入方法后 就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就将这最后一件密室的出去之法 告诉了陆小凤 陆小凤等人出去后 根据朱太之前说的姓这个线索 来到了附近的信花村 救出了朱婷的妻子 金九龄很遗憾 自己这次迷迷离真相这么近 却还是输给了陆小凤 而且他们之前打赌 如果他这次还输给陆小凤的话 就要去烂泥堂里挖九天九夜的蚯蚓 供他钓鱼 所以他变成陆小凤不备 前期开溜了 这部电影可能推理环节较为薄弱 但是前期的戏中戏设定 还是挺有意思的 感兴趣